好,那請您先進到這個OneNote這個平台之後 那OneNote有一個好處就是平常我們大部分 我相信因為在座都是以大專院校的同學跟老師為主嘛 跟教授為主,那所以說學校一定有所謂的什麼 數學學平台,對不對? 你們喜不喜歡學校數學平台? 我喜歡 大部分只有一個情形 因為老師說要教作業,所以就會想要上去了 那麼其實您可以稍微看一下我們在這邊 OneNote的這個,它現在也有提供所謂的行動頁面的版本 所以如果說萬一您的那個,在比如說平板上看 事實上也還OK 當然在手機上看,我就覺得可能稍微就不是那麼適合 畢竟內容的部分 那它有一個最大不一樣就是它有提供所謂的訪客登錄的這個功能 也就是說讓同學也好,老師也好 它可以比較方便的就可以取得進入這個所謂數學學平台的一個門檻 它不用說我一定要註冊帳號,或者要用所謂的社群帳號 那您直接按一下這個訪客登錄之後呢 會產生一個那個代碼 好,您在因為我現在這個是 對,我在現在這個所謂的這個部分 看一下 剛說New User 按了以後出現那個 對,應該會出現 這個是正常登錄的,那您按下去應該會有 它會有一個產生就是我們的那個訪客密碼 帳號啦,訪客帳號有一個8位數 您可以把它記下來 如果您沒有記下來也沒有關係 因為它有進去系統裡面還是可以看得到 那麼等下次呢 您用相同的訪客代號就可以一樣再從這個訪客登錄這邊繼續進來 那它會幫您保留就是您之前所加入的這個課程群組 還有很重要的您的學習紀錄 我們這個學習紀錄是很重要 那您進去之後呢 您就可以類似像在這邊 您在發現裡面 我已經把我們的這個資料 已經放到發現裡面變成公開的 所以您進來之後再發現這個地方 有一個群組 您點進去 看到的第一個就是我們的 好,這樣您就找到第一個了 第一個就找到了 那您點進去之後 您直接按右上角有一個加入 這樣就進來了 您就會看到跟我一樣的這個內容 在您的右上角那邊會有一個加入 那這些部分呢 因為剛好我在上個禮拜已經把就是 OneNote的這個教學影片通通錄完了 那所以其實您也可以看一下 如果說您有興趣的話 您可以在Google上搜尋一下這個關鍵字 素文老師 在這裡 好,那你就可以找到我的相關資料 因為我有買關鍵字 這很重要的 老師要行銷一下 好,OK 那您找到之後呢 你往下找 在這邊呢 會有一個就是OneNote的一個學習分享區 你就可以從這邊去看到我們幫這個 OneNote的部分做錄影的那個影片 那再來的話呢 您進來之後呢 您可以看到 我們在OneNote裡面其實它有一個 除了剛剛那個特色以外 它進入的門檻相對容易 好,相對容易 再來就是說 在它裡面有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叫課程 一個叫群組 這裡有兩個 好,有兩個 那原則上呢 如果您進來 主要我們會用在發現這邊 發現這邊就是看別人的 就看別人已經公開的 公開的部分 那麼群組跟課程主要就是您自己的 或是怎麼樣 您自己訂閱的 您自己創建或訂閱的內容 那群組呢 每次我都要稍微解釋一下 因為群組就是我們講班級的概念 就等於是班級的概念 所以其實我用比較多的是群組 比較多的是群組的部分 那麼我們現在來這邊看一下 那我可以開一個課有N個班嗎 可以 那就是還是要用到課程去開一個課 但是我可以有一個班60個人 然後10個班600人 可以的 來,我給老師稍微看一下 我的群組數量是還蠻多的 目前我自己建置的這邊 總共是67個群組 不算多啦 因為我相信各位可以很多 因為其實 以同學來講 你也會參加很多課程 對不對 學習很多很多 那老師也是一樣 可能同時會有好幾個 那一般來講 我都會先把一個建立好了 我就怎麼樣 用複製的就好了 就匯出之後 再把它做一個複製 所以通常我就是設一個就好了 那在這邊裡面呢 我們先進來看一下 那為了讓各位比較有感覺 已經有33位同學進來了 33位成員進來了 我們在右手邊這樣可以看到 好,很多 這樣 我不知道比較後面同學這樣看不看得到 好,那您如果說是用訪客的 訪客的部分啊 您在這邊是會看到像這樣 就訪客不知道他是誰對不對 對,所以我會建議您就是說 您如果是 老師自己也可以 然後也可以幫他改名字 或者是 如果說您登錄進去之後 因為像老師這邊可以直接修改 好,這樣也可以知道是誰 但是我比較鼓勵 就是您可以直接從右上角這裡 從這邊 是不是有個編輯個人資訊 您從這邊進來 您一樣可以改成就是您的那個顯示的名稱 這樣就是管理者在看的時候比較容易 那再來就是我們剛剛有提到 您那個訪客代碼是有八位數對不對 萬一如果你不小心忘記了 右上角那裡一樣看得到 點這裡進來也會看得到 這樣OK 好,所以這個是在那個 就是說OneNote上 我們可以從這邊直接去看到的 那再來呢 為了讓大家比較有感覺一點 您可以進到任務裡面 一般大專裡面 我們可能比較少用所謂的任務 這樣的名詞 因為目前OneNote的使用頻率 也還是以國中小高中這一段最多 因為這一段的話 他們就比較喜歡用任務這個名詞 但是都可以 我們可以看到 您可以看到我們的延期的資料 我已經都擺在這邊了 好,那您進來之後呢 這裡面呢 每一個任務裡面都有所謂的什麼 單元 您只要點看這邊就可以把單元打開 那麼我們先讓各位來稍微試看看這個 因為呢 測驗題應該是大家最有感覺的 因為我們在做教學的時候 不管是在所謂的電腦教室也好 或是像一般的教室 還是像這樣的會議場所 不管能不能連上網路 都是一個 都是一個教學方式 但是呢 如果能夠連上網路的時候 其實我們互動的機會是更多 那您可以打開這個測驗單元 網路裡面呢 有很多的這種測驗類型 等於現在 各位呢填寫完成之後 我們就可以馬上在右手邊這邊 看到所謂的什麼 統計的資料 等一下我會打開 讓大家一起看 這樣你會比較有感覺 有九個單元 你要我們做哪一個 您可以自由挑選 這樣不好玩 這樣不好玩 要做同一題 對啊 好多題耶 好 我看一下齁 不然你那個統計 糟糕糟糕 原來我設定的過關條件太難 第一題叫練習題 您難沒有關係 您可以無限式的重複練習 第一題 第二個是鵝啦 我知道 好了 我們就先以第一題好了啦 第一題啦 第一題 常見的生活中的那些生物啊 你有沒有認識 裡面有三題 第二題 這個家裡面應該都有看過對不對 第一顆 就第一 欸我現在有點 有點職業病齁 因為在學校用電腦教學 突然想講 同學畫面借我一下 哈哈哈哈 好 來 您要看那個統計情形的話 您看右手邊這裡 你們的應該跟有一點不一樣 但是會有個進度有沒有 好您可以按一下就可以看到了 所以他其實可以做什麼 做即時的 對老師就可以直接看到大家回答了 好你看第一題 有的已經 你看有些人動作還不錯喔 已經到第二題第三題第四題了 對不對 馬上就看到了 那您進來之後呢 如果我想看看 雖然這裡你有看到所謂的已經打勾了對不對 但是呢這不是 就是完全都過關的齁 我們第一題練習體是比較容易判到的出來 你可以點進來 我們除了看到同學有沒有過關以外 事實上很重要的 這位同學 教了六四有看到嗎 哈哈哈哈 他練習了很多次 那他每一次打的 我們其實 在這個做學習分析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說 他每次打 搞不好他前面幾次是錯 可能第一題第二題第三題 或者後來就用拆的嘛 反正三題要拆到正確應該也是蠻容易的對不對 欸你可以把它打開 你可以看看他 每一次怎麼樣 你看點進來之後 他最後一次交的 那個題目回答的內容 有沒有都在這裡 有但是重點是你看右上角這裡 你看 他哪一次 喔你看 前面 只有最後一次100分 有沒有發現前面五次都是很慘 表示前面五次只有答對一題 但他用每一題去拆 哈哈哈哈 這樣也會猜到有沒有 但是重點不在於分數 像這種練習體就是說 他可以讓同學不斷的去嘗試 但是我們就經過他嘗試過程裡面 去知道什麼 他的問題點在哪裡 這樣有沒有發現比較好玩 對不對 那所以 其實您像這樣的發現 練習體就像這樣 等於說答案是直接公佈在上面 讓同學自己去找 可以可以可以 來 往下有沒有 哇 你看 這位同學直接放棄的有沒有 他就沒有做第二次嘗試 哈哈哈哈 我是不知道啦 但是那個沒有關係啦 欸 下面還有下面還有 下面還有下面還有 下面還有 下面還有 嘿嘿 如果您剛改也許我這邊沒有顯示出來 但是呢 有沒有發現這樣 滿簡單的 好 那這是第一題就是自我練習的 那麼您可以再看一下 我們裡面還有第二題 我從這邊進來好了 從下面 因為各位連線這樣看比較容易 好 您可以看一下 剛剛那個是練習體 那如果是屬於我們講的投票體的話 他就沒有公佈答案了 就回答一次而已 比如說這裡有一題 您看一下第三題 這是投票體的 欸 哪些味道不是從舌頭上 味道有什麼感覺的 酸苦甘辛甜辣 請問哪一個 單選喔 我們用副選嗎 你們可以點進去看 第三題 第三題 酸苦甘辛甜辣 哪一個不是味覺 哪一個不是味覺喔 酸 還有個鮮對不對 還有個鮮味吧 總共七個裡面 你挑一個吧 來 那順便給您看一下 同學在回答的時候 如果說 因為他有需要重整 因為活動一直在進行中 你看上面是不是有個重整 我就可以把它重整一下 那這樣子就可以看到最新的情形 好 也不錯了喔 已經有大概三分之一左右的同學已經回答完了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如果你是這種所謂的投票題的 我沒有公布答案在上面 但是呢 有沒有統計主感馬上出來了 結果咧 我們來看一下 結果如何 哎呀 各位 各位竟然認為鮮味不是 不然 你吃什麼東西 覺得 就青 都沒有青 這樣喔 對啦 我們那個鮮味 其實就是我們講的腥味 但是很淡的腥味 就會變成所謂的鮮味 所以 你有沒有想過 我們 因為等一下要吃飯了嘛 以前有沒有用 胃素 胃素 到底是什麼味道 人家都放下去 然後就比較好吃 對啊 那個是鮮味 其實也是臭臭啦 我們講臭臭 但是正確答案到底是哪一個 當然是辣味啊 辣味是 你的舌頭說好痛好痛 結果你說好吃好吃 辣味是屬於痛絕好不好 所以下次你吃麻辣火鍋的時候 請注意一下 你身體有告訴你很痛 請不要再忽略它了 OK 有沒有 你可以從這邊看到 回答的情形 你往下捲 至少小葉是答對的有沒有 我不知道這位同學是誰 但是你可以 有沒有下面可以很清楚看到 是哪一個同學答對的 對不對 每一個人回答的情形 這樣有沒有比較清楚一點的 OK 那其實還有一題 我們再給各位看 另外應該還有兩種方式 我用這種方式 我相信各位 會感覺到 OneNote為什麼它好用 好玩 在這個地方 再來這裡 您看第五題 第五題 第五題的話 是一個叫塗鴉題 我們剛剛那種方式 都是比較考試式的 對不對 用選的 這次 用味 用畫的也可以 你 你點進去會看到一個味的圖 對不對 我們 我就在這邊今天用講的就好了 就是 味 我們知道 味有兩個門嗎 味是不是長這樣 對不對 有兩個 請問 幽門感軍有聽過嗎 十二指腸潰瘍 到底 幽門 是上面還是下面 用畫的 你進去之後會不會有一個畫筆 有沒有 你可以把它畫起來 畫起來之後呢 一樣按提交就好了 好提交結果 我們這邊就會看到 就會看到了 其實順便跟各位提一下 目前我自己 所有上課的 不管是在學校那邊上 還是在外面研習 或者像這種 就是 推廣教育中心的 其實我都是用這個平台 那 用這個平台 一個最大的好處在於什麼 我走到哪裡都可以用 當然網路要暢通啦 不暢通還是不行 各個行動學習沒有網路也是不行 對不對 但是重點就在於說 其實 他的好處就是像這樣 我就不用綁定說 一定要在學校的 所謂的數位學系統裡面 事實上 我在學校裡面 我有用很多 我們學校數位學系統的 那個檔案 但是 在外面的話 我就會跟什麼 跟雲端做硬碟做結合 因為OneNote 它有一個很大好處 就跟Google的帳號 整合在一起的很好 所以其實您的教材 您的資料 除了來自網頁上的之外 事實上 您都可以放在 您的雲端令裡面 然後就變成是 OneNote裡面的其中一個教材 在OneNote裡面另外一個特色就是 我們可以透過 設定所謂的 每個教材的所謂的 完成條件 比如說我們如果是影片題 影片題的話 那我們可以去看到說 我們規定 同學這段影片 你至少要看完幾分鐘 你看完幾分鐘 那表示已經完成了 所以就是那個打勾的那兩個 那如果他可能已經看了 但是還沒看完 就是在走路了 表示正在觀看中 結果還沒完成 但是已經有開始看了 對不對 那另外一個會有一個 紅色那個驚嘆號 剛剛我們看到的 有幾種 一個是沒有過關 另外一個是被推薦 對 也會有這樣這樣子的 那如果是您自己想要看自己的 就是我們講的 就是您任務完成的情形的話 您打開之後 您看右手邊這裡 在右手邊 有沒有那個 你的符號跟我不一樣 但是你會有顏色 有沒有 黃色 你說這裡的角角為什麼它不批改 第一個100%就改了 那為什麼下面那個 所以任務的部分有分三種 完成條件 一種是系統自動判斷的 就是說 百分之百的 你只要完成一分鐘 像我們剛剛提到 完成一分鐘 好那我不用批改 那OK 第二種方式說 雖然你有看 但是老師還要稍微測驗一下 萬一是 你是看 像那個上空大一樣有沒有 電視開著 但是你在玩遊戲的那一種 效果就沒有 所以那個是經由老師批改 那另外還有一種 第三種 是最近它改版之後推出 就是 因為我們雖然任務裡面 沒有錯都要同學看 可是有些其實是屬於所謂的參考教材 也就是說 你有空 行有餘力 老師多提供一些資料給你 那那個不列入所謂的成績了 那我就不用再看你說什麼 完成版面多少 不知道知道說大概的 你的有沒有看大概學習情形就可以 所以它有三種方式 有三種方式 好 前面這些符號 像是笔啊 手彈啊 這就是它的所謂的單元類型 不一樣 類型 對對對 像我們剛剛您提到的這個練習題有沒有 我後面會特別寫 那這個就是我們講的投票題 這是屬於投票題的 那往下這個我們剛剛塗鴉題就長得像這樣 所以等於說你從前面也可以知道說你的那個教材類型 那影片裡就沒問題 他直接抓抓我們的畫面 好 那最新的話呢 其實他在付費的部分 付費部分其實有兩個 比較不一樣就是也可以做所謂的測驗題 等於說你只要把你的教材 這個教材可能是你掃描的圖片 比如說一張考卷或一個簡報都可以 反正只要雲端逆鐵看得到的都OK 他就可以變成一張考卷 直接做測驗 另外呢 新版本 還有提供一個就是檔案絞交作業的 我相信這個 一般大家同學學校 一定都用過了 可是他這邊最主要的不同 是他跟雲端逆鐵做結合 因為呢 其實我們在 如果學校裡面 我不知道同學的那個學校有沒有就是 很多現在學校是有提供所謂的Google貸款信箱 那如果有的話 使用空間是多少 我們是無限的 對啊 所以他就把它跟這個整合在一起 所以呢 如果說可以的話 假設像這樣子 我就可以把同學可以繳交作業 讓他沒有上 沒有限制說你可以傳幾個檔案 你可以傳一次 比如說兩個三個四個都可以 那老師那邊可以直接做現抗批改 那改完了甚至我可以做推薦的部分 都可以 這個是新版本有提供的一個 給大家做參考 請問一下那個影片的話可以說 比如說我十分鐘的影片 那我可以在中間讓他暫停 然後 推一個題目嗎 可以 哇 我覺得老師好像 然後 很好玩 管理功能那個成員那個是只有你是老師 所以才有 可以 可以像我們一般學校的課程一樣 設所謂的助教 就設另外一個那個叫做 應該說 類似像管理者的角色 但是原則上他的 他不能把課程刪掉 但是他可以就做老師 對 您要的那個內容 好 那剛剛老師竟然提到這個影片題 你來看一下 我真的有準備兩個影片題有沒有 哈哈 對 因為這個 這個對很多的同學在學習的時候 是一個蠻重要的 因為呢 現在很多教材有沒有來自網路上 對不對 尤其是YouTube的這種影片 那影片呢 在OneNote裡面 他主要是跟兩個 影片的那個 影片網站結合 一個是YouTube 我們台灣比較常見 一個是Vimeo 好 這在歐美比較多 台灣用的比較少 這兩個網站都可以 那麼 您進去之後呢 他 如果是影片題 不管你有沒有做測驗 因為一段影片 假設我是五分 十分鐘二十分鐘 您有沒有一定要從頭開始看 沒有 您可以自行指定 這段教材當作影片的時候 您可以從第幾分 第幾秒開始 再來就是老師剛剛提到的 您在裡面可以出題目 那 您覺得要配出多少題 你自己決定 哈哈 那所以 同學您可以稍微試看看 六跟七 我們先用六好了 好不好 六 您可以試看看 點開 進去會有一段影片 那我會有一個提示 現在呢 您進來之後呢 都會有一個叫做單元說明 在這邊 您看一下上面這裡 上面這邊會有個叫單元說明 有沒有 上面這裡有單元說明 那您點一下 點一下 我有提醒您 畫面 題目 從三分十四秒出現 我提醒您一下 所以 你進去其實您在看的時候 你看 直接播放 你會發現其實我並不是從哪裡 並不是從頭開始播 有沒有 我是指定從兩分三十四秒開始播 因為它前面有 簡單的那個文字敘述 文字敘述 所以 不是文字敘述 應該說影片的敘述 你可以看一下 那等到時間快到了時候 這裡 可能就要讓各位自行看 它會跳一個出來 會跳一個出來 那 所以呢 您在觀看影片的時候 就一定要回答 不回答不行 這樣 OK嗎 可是 這個會比較占 頻寬 所以可能 也許您到有些同學 你會跟我一樣 這邊會稍微等一下 稍微等一下 這個iOS好像不能播這個影片 應該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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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是那個YouTube的 要安裝嗎 不用不用不用 應該不用 因為它是那個YouTube影片 應該都可以 剛剛所有的功能都可以 就這一個不行 真的喔 還是您要稍微重新整理一下 那您看一下 現在如果您有進來看 我一樣 進到這個統計的部分 給您看一下 好 哇 哎呦 怎麼最後一題答錯的 不是 這個題 沒關係啦 這個題我並沒有真正照那個答案 來我們看一下這裡 看這一點 喔 很多人都已經在看了喔 點進來 好的 那給您看一下 您目前看到的這個統計結果 這個是屬於就是 付費帳號的 看到會比較多 如果您是免費帳號看到的 比較少一點點 您只能看到就是說 這個影片同學看了多久 但是如果您是付費帳號 您可以看一下 我們來看喔 在這邊 比如說您看這裡 喔 這位同學看蠻多的 來 您看一下 除了 從粉紅色 是不是可以看到他看的段落對不對 還有一個 因為有些人是屬於跳著看的 看幾次 有沒有 你可以 從這邊就可以看到 那我往下走 我看一下 喔 這裡就很明顯 這位同學就很明顯 你看 他就屬於跳著看的有沒有 這麼看著 啊 直接找到老師 不好意思 哈哈 有沒有 那 重點是 我們可以 看到說 原來他可能是 像這樣去看的 那這裡還有一個訪客也是一樣 有沒有 那您點這裡的時候 我可以知道 他看的是哪一個段落 他就直接跳到那裡 所以他等於在幫您 就是在看的過程裡 在幫您做紀錄 好 在幫您做紀錄 所以我們這樣整個在看 就會比較清楚說 他有看到哪些 有哪些是沒有看到的 如果老師真的想要出題考他的話 你就考他沒有看過的嘛 哈哈 這樣又比較簡單吧 所以 其實 彎弄一個最大好處就是像這樣 我們可以看的 而且您從他的顏色上來看 你看 這裡是不是有所謂觀看次數 因為現在大家都剛開始看 所以都是比較淺的 粉紅色對不對 如果有些同學他比較認真 如果說他我覺得我就不太懂 我回去多看幾遍 我們也可以從這邊看得出來 可以從這邊看得出來 所以這個是 在玩弄裡面算非常特別 你看 剛剛大家很多人有沒有都玩完了 我們這邊是不是都可以看得到 每個同學的進度 如果你想要只看某一個同學的 事實上是可以的 比如說我們來看進方同學的 點進來 有在現場嗎 沒有在現場應該不會出現 好 那這樣大家比較有點感覺的 這個再等我就先不管他 有感覺之後 我這一段我就先聽一下